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現在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都可以 差不多順利 都可以賺大錢 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是下跌163點 歐利西寫下跌1.15點 那投資朋友其實今天跌的理由 今天跌的理由主要就是傑森後的部分 這個我相信這個新聞也都有在講 主要是這個傑森後年會 就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然後就是鮑爾這部分 聯準會的部分好像又比較偏 鷹派 因為之前大家預估7月升3碼之後 9月可能是2碼對不對 但是目前也有新聞消息面出來說什麼 就是有風聲放出來 就是抗通膨的決心 抗通膨決心的話如果說真的要抗通膨的話 其實就怎麼樣 可能9月就是下個月可能就是3碼 因為舊聯準會的部分 他是希望通膨可以降到2% 2% 最高是9.1對不對 你不要想說2%那9.1的話是不是要降到7.1 不是喔 稍從9降到2 所以這個應該還有滿長的一個道路 所以就是就這部分的話就是喔 不是2%不是大家所謂的什麼9.1降到7.1 不是 而是要這個數字出來是2% 好不好 所以就是可能接下來的部分還是比較偏硬 當然同朋友 這是市場上現在在反應的東西喔 到底9月份到底升級嗎 其實要看什麼 其實還是要看後面的變化 甚至要看那個 過幾天 那個鮑爾到底他要怎麼講 但是 但是股票市場他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這種不確定的因素嘛 尤其是同朋友其實籌碼就是錢啦 籌碼就是錢 如果說市場上的錢喔 變少的話 就是對於後面這個日常在推喔 他可能不太好推 甚至於 可能怎麼樣 只剩3分之的股票會漲而已 好不好 也就是其實今天主要是在反應這個部分 那反應這個部分的話 同朋友我相信 這個在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都有跟大家交代 就是我們有些股票都已經把它出掉了嘛 比如說像這個美食 美食 這天漲停是184點5對不對 我們差不多在漲停附近把它出掉 好不然他今天180喔 就是 出完之後就開始怎麼樣 其實這兩天都是比較偏震盪 比較偏震盪 那這個保瑞被分盤嘛 被分盤也是在那邊洗來洗去 然後這個加登 加登禮拜四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了一個當沖嘛 做一個當沖 然後禮拜五的 禮拜三做當沖啦 禮拜四買回來禮拜我再拉上去 拉上去這邊 我相信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了 就是獲利出場就連4-6分 這個時間點就在這邊啦 就是看到290趕快發呼吸 就怎麼樣 就是趕快出一出 趕快出一出 這個地方還有292 今天加登 收盤收260 也就是說什麼 這個一震盪 一震盪就已經 一震盪是超過10%的震盪 震盪超過10%震盪 所以投票不是我要跟他什麼 我們專做短線不是 而是現在這個盤他本來是怎麼樣 他本來就是晃來晃去洗來洗去 其實這個地方你說他大幅已經變多頭了嘛 他也不是變多頭嘛 他多頭裡面的反彈嘛 然後呢下面是國安金在護盤嘛 只是這個地方就我們研判他戶到什麼時候 應該是戶到選舉嘛對不對 戶到選舉嘛 但是戶到選舉的情況之下其實有賺 有賺先走這個地方應該是稍微安全一點 好不好也就是你從這個結果來看 其實你這個地方其實算是出的漂亮 今天盤中的深入250幾 收盤有啦有拉一點起來啊260 但是好不好26030塊已經32塊了耶 32塊了耶 所以我本來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這種洗來洗去大幅震盪 應該這個禮拜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當然這個我們禮拜五已經出掉了 沒問題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報告到像這個上面這支什麼 兩維嘛 兩維今天有利多對不對 兩維有利多時候56塊 禮拜五的時候我們把它出掉 因為禮拜還拉上去嘛 我們出在588那邊嘛 588、59那邊嘛 588那邊出掉今天56塊 所以你隨便頭朋友其實 就有賺或是說成本附近趕快出一出 把錢放口袋 因為這個禮拜基本上就是晃去的盤啦 你錢比較多放口袋可能比較安全一點 那另外這支的話 另外這支你看這個價位 這個什麼最高是382 這個這個就是元金嘛 對元金嘛 那今天 有利多啦 有利多啦 就四川大限電嘛 衝擊多經濟工業嘛 所以太陽能引爆漲到下一馬 不過這個盤中蠻奇怪的 怎麼讓奇怪吧 盤中元金是漲的沒錯啦 但是安極沒漲 聯合戰勝也沒漲 欸這麼奇怪 那只剩下元金 因為元金 元金上禮拜都沒漲到了 但是沒漲到 沒漲到 他沒有族群性耶 你知道嗎 我不是說太陽能不會漲 而是今天的部分來看 就沒什麼族群性嘛 那沒什麼族群性的話怎麼辦 沒什麼族群性就三十七點 我這邊先把他處理出 好不好 一樣錢先收回來 那錢先收回來 就是再看嘛 所以其實就這禮拜的話 應該怎麼樣 我個人認為啦 還是一樣 就只能做做麻雀戰法 一樣就是打打短線 好不好 做強勢股嘛 獲勝率高嘛 然後機會也多嘛 如果說真的不行的話 破線資訊比較快嘛 其實這個 這個短線上如果說是 他不是多方的話 他是一個整理 反彈格局的話 其實這種做法 是比較安全 甚至比較容易賺到錢的 當然投票我們 禮拜四禮拜五 甚至今天都有出補票對不對 都有出補票耶 我又買一支啊 今天貫特買了一支啊 上品啊 買這一支啊 這早上買的啊 上品嘛 29529.5之間 小買分數在9點15分的時候 9點17分 都還有299.5這邊的價位 那收盤呢 收盤是整個 價差是有拉開的 拉開20塊的價差 那為什麼買他 他禮拜五 他禮拜五法縮 禮拜五法縮當然怎麼樣 禮拜五法縮 反正有出了報告嘛 出報告 三百多塊的啦 三百多塊的 現在會漲的 他都問到這個東西啊 這禮拜五 法縮之後 有出了報告 這是某家的頭部說的 反正他又說什麼 他說他不錯啦 新產能不能開出嘛 7月底 什麼樣什麼 反正就講一堆利多 好不好 然後呢 目標價 目標價寫滿遠的 那寫滿遠的 今年如果說可以賺什麼 今年如果說可以賺到23塊 明年是可以賺到25塊以上的話 他現在只是出貨 因為他的新產 他的新產能是陸陸續在開出來 好不好 如果說今年 今明兩年他都有成長性 他都有成長性 毛利又10幾% 然後都可以賺到23 或到25以上的話 這個價位其實 不貴啦 不貴啦 本一比 都15倍都沒有啊 那麼其實 本一比還不到15倍嘛 所以今天就是貫特的部分 早上做這個東西 做這一支 好不好 啊當然後面有沒有 後面再看嘛 會漲就繼續放什麼 啊不會漲了 不會漲 不會漲加他拉出來 就繼續麻穴站把 就差不多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們做個結論啊 其實我們講的是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不是說 一直在買股票 反正是一直買 一直買 不是這樣子啊 現在這個禮拜的盤 其實如果說聯準會這部分 就是 他有一 有放出一些豐盛 然後市場上開始在這邊 做大部分震盪的話 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的看法啦 繼續找強制股做短線 可能會比較安全啦 好不好 這也是我在跟大家提的 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 就有貨連累就有下一次嘛 好不好 當然投票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股票出了 你下一次在哪裡 你不用擔心這個東西 好不好 會有源源不絕的下一次 像這個 對 又跑出一次下一次 好不好 只是他比較貴而已啦 這股也300多 好不好 所以還是一樣 那與老話 都說你資金夠的 資金夠的其實 我也會歡迎你先級啊 好不好 所以上禮拜 上禮拜 我也跟大家說啦 每次都做高架的 這個 普惠沒有什麼參與到 不然玩一下好了 一起玩一下高架的 高架的 出得很漂亮啊 對不對 這個一下有沒有 睡個覺起來就兩萬了耶 那不是 睡一枚起來兩萬耶 對不對 這也是啊 這也是睡一枚 這要不睡耶 這連中午午覺都還沒睡 就兩萬了 好不好 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當然星白一樣 跟著大戶走 下不定有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第一次 推播通知你 我就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人掌握 即興祝大家明朝准利 明天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